我还在运程隔离 西安开了五年的公司倒闭了 2017年夏天的时候 我在西安开了第一个分公司 然后开始的时候三个人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十个人 二十个人 最多的时候四五十人 然后又变成了二十个人 十个人五个人 公司解散的原因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老业务黄了 新业务刚有点起色又疫情了 三天两头居家隔离办公 其实人人也能凑破 但是我们转型的是视频带货 快递断了 完全没了任何的收入 但是开支呢 一点没减少 公司后边路要怎么走呢 其实没人知道 但是我必须假装的视频 每天给团队安抚情绪打击血 火熬了几个月 发现自己的公司 远比想象的脆弱了 维顾这些年短视频创业 一开始是因为真的喜欢短视频 后来又变成了 这个什么赚钱快拍手 那回头看一看 很久没有做出那种 自己都感到兴奋 有成就感的视频 看过一句话 这个人的一辈子 就这么几个瞬间 少年时 父母带着的旅行 长大后漂亮的女同桌 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的成就感 就是这1%的瞬间 构成了我们的生命 其他都是不断重复的填充 前一天我一个人过了自己的 三十八岁生日 好像突然打通了这个经脉一样 突然明白过来 人生依然过了一半 就别在居着 早点以前 得没搞过 别在不停地捧事走进的生活 今年呢和两个 今年公司也倒闭了的 跟我们一起找一个新赵 好饭三个半 应该会先弄一个山心水秀的秘密基地 搞点成年男人自己都喜欢的东西 先让自己开心起 应该期待吧